结合了僵尸跑和彩色跑 马利纳岛今天傍晚接幕的马拉松可说是趣味不断 长达五公里的马拉松路程 除了有打扮成僵尸或是生存者的选手 沿途还有七彩粉末抛洒 主办单位希望这场活动推广健康生活 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现代的年轻人都喜欢找一些吃鸡的活动 所以变成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僵尸 我们有给一些障碍的地方 让这些僵尸去追他们 那么让他们想一个办法如何的逃出 然后拯救自己 如果发现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参与选手除了会像调色版一样色彩缤纷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节奏感十足的舞曲 不停循环播放 让所有的选手围绕着舞台狂欢 那么有趣的马拉松活动 男女老少都乐在其中 吃鸡啊 因为这里第一次 第一次在这里马琳娜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就来参加了 刚才就被僵尸咬了 今天会来 因为是陪孩子来这里玩 觉得这个僵尸活动很有趣 所以也来参加 主题性的马拉松顿时让简单乏味的跑步运动 声色不少 锻炼身体之余 也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MTV系霹雳采访我到